第一站到了 小胤你可以下车啰 谢谢你海贵司机 欢迎来到珊瑚郊 最近我总觉得身体痒痒的呢 那你要不要去给云医生看一下 你看那不是小胤吗 对耶 嗨小胤 小胤 好久不见 你们最近好吗 还不错啊 我们在珊瑚郊这边生活 有的吃有的玩 日子惬意的很 对了 我刚刚在找你们的时候 远远看到这珊瑚好像石头一样 移动也不动耶 可是近看时 它们又好像会伸出像小手的东西 随海流百动 它们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啊 这你问我们就对了 不过你要不要先猜猜看呢 因为它们不会像我们一样 可以到处跑来跑去 所以 是植物对吧 好可惜 你猜错咯 虽然珊瑚不会移动 也长得很像植物 其实它们是由很多珊瑚虫所构成的动物 你们看到的小手是珊瑚的触手 是用来捕食海水中的小型浮游动物 哎呦 这珊瑚好硬哦 这硬棒棒的珊瑚 是石珊瑚的一种 石珊瑚的种类繁多 且形状各异 会分泌碳酸钙来形成坚硬的骨骼 所以又称为造胶珊瑚 造胶珊瑚主要特色是能堆积碳酸钙骨骼 在经由复杂的生理过程 使碳酸盐和钙离子结合 而沉淀堆积下来 形成固代的蛋酸钙骨骼 这些堆积的碳酸钙骨骼 在日积月累后 就形成了巨大的地质构造 珊瑚浆 不过说真的 这些珊瑚的颜色真是漂亮 这都亏了共生找的帮助哦 珊瑚的颜色 除了少部分是本身的色素外 大部分都是共生为细杂类的颜色 所以才会称为得缤纷美丽 哦 原来如此 我懂了 谢谢你们两位帮我上了一堂宝贵的课 小胤 我们要继续往第二站前进哦 你快点上车吧 小胤 再见 拜拜 再见 前进吧 朝向下一个旅程 海底缤纷美丽有多样的珊瑚礁 就像是海洋的热带雨林 物种丰富且顺激扬然 这些珊瑚礁主要分布在热带至亚热带的前海环境 水深约50公尺以内的海底 是海洋生命的大宝库 第二站 海龟又要带印语去认识哪些新朋友呢 海洋生命的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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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命的大宝库